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男的对很多朋友看我节目的 经过2020年美国大选人几乎都知道他 林伍德大律师 林伍德大律师原来是在佐治亚 现在搬到南卡是北卡 他也把佐治亚的他的律师执照给停了 在2020年大选前后和到2021年 他是最火爆的人物之一 最火爆 被称为最保守的人 每天在原来在推特上 后来推特给封了 就在telegram上 主要每天去发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 原来他跟这个包围律师两个人比较 就比较抱团 后来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就是那细节我们就不管了 但他是川普的非常强烈的支持者 但是到了2021年1月6号 1月6号国会事件本身 他是坚决反对 对不起 1月5号他坚决反对 投票支持佐治亚的两位参议员 相当具有带动性 那结果两个参议员确实没有得手 都输了 那跟当时跟川普的意愿就是基本相反的 那他跟川普之间没有看到任何面对面接触 他不像鲍威尔 鲍威尔确实去过白宫 大概在白宫待过三四天吧 那时候川普正在做出决定是否进行军管 我们现在看到就有过类似的讨论 但林伍德没有参与 所以很多支持川普的人认为林伍德是最伟大 认为是对川普最大支持 相信他判断 那后来就是各种说法就不一了 因为包括对他的身体状况啊 精神状况就各种传闻就出来 等他传出跟鲍威尔之间有些故事 就是鲍威尔还有朱利安尼 以及这几个人 当搅在一起的时候 在约六号国会事件出来之后 就全都消失 然后林伍德搬走了 他个人的家庭状况不是很好 他孩子都离开了他 那他呢 他自己养狗啊 很富裕在佐治亚 后来他离开了 但为什么今天就出来了 因为在佐治亚州的威利斯 富尔顿县 主要当时他们争论也在富尔顿县 在被威利斯指证控告 川普之外还有18个人 但18个人当中 恰恰没有林伍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出人意表 而在佐治亚当时的故事 林伍德是冲在最有名的一个人 那后来就传出说 林伍德可能做证人 类似污典证人 那林伍德没有说 那后来他可能在Telegram上有 但是我个人没有再上Telegram 因为Telegram被共产党给干掉了 整个Telegram被共产党干掉 所以他盗用了人们手机号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个人就再也没有用过 但他一直在那上面 林伍德 所以在后来传出来说 他可能是污典证人 反正呢 大家觉得也就蛮惊奇 蛮感慨 但没有更多 舆论上也没有评论 因为他已经消失灭迹 就是不再提了 唯一惊叹就是 为什么没有指控他 结果今天 在威利斯拿到法庭的文件当中 林伍德却成为了指控方的污典证人 他不叫污典证人 因为你没有指控 他也没有犯罪 成为了州政府的这个证人 指控川普的证人 那就跟传说是一样 随后林伍德发表声明 他说我到大陪审团 面前坐证一个半小时 这事确实有 因为他逃脱不了 人家发传票 他必须遵征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州的检察官 或者跟这个 跟这个威利斯的检察官办公室 达成任何协议 我作为证人出庭 他就否认了 但他如果被政府列为证人 去指证川普的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去逃脱 这是法律上的问题 我不清楚 就比如说我拒绝做证人 不知道 但他发表声明是政府声明 所以这个事刚刚出来 因为法庭文件刚刚披露出来 那会不会真正的到处停审的时候出现了 不好说 所以现在何为真相都不好说了 因为如果他作为证人的话 我们不清楚川普将会如何面对 这个瓜葛呢 蛮蹊跷 蛮特别蛮蹊跷 所以基本上内容是这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之间相互关联 因为林伍德呢 否认了 那林伍德否认的话 不清楚是如何 但林伍德自己又否认说 他没有背叛川普 他坚决否认 政府证人 林伍德否认背叛川普 而检察官把他作为 指控川普的证人 林伍德否认 富尔顿县的威利斯 拿出的法庭档案 直接公布了其中的关键因素 是昨天公布的 昨天晚上 林伍德被作为政府的证人 来指控川普 那林伍德发表声明 谴责说 他不会去做出任何 不利于川普的指控 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川普 他在亚特兰大宪法杂志上说 纯粹胡说八道 我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背景 去背叛川普 这是他讲述的 他在大陪审团面前 作证一个半小时 但拒绝提供了很多东西 他说但是证词我没有副本 我没有证词的副本 我不记得了 这是很麻烦的 他不记得了 这就是推托 对不对 否认就是否认 但是推托了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作为老牌的职业律师 在大陪审团坐证一个半小时 关系的是指证他最好的朋友 跟美国总统 他没有任何副本 这是我跟大家就画一个问号 欧可布说他有没有 这是一个在一般职业常理当中 和职业的这个操守当中 一般的经验律师 如果我都可以想到的话 如果朋友你谁是律师的话 你怎么想 对不对 这种事情 否认跟检方合作 然后他说 他也曾经被指控过 被作为鲍威尔的证人 他跟鲍威尔之间有过关系 这个关系是比较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被在审判中作为证人 我没有跟检察官办公室联系过 威利斯的法庭档案 强调了相关诉讼中的 某些证人跟利益冲突 他说利益冲突呢 可能是因为他会面临 前律师和合诉律师的盘问 他现在代表前司法部的官员 克拉克参加佐治亚州的 一个相关调查 就是这是讲的 这个林伍德目前依然还在工作 他没有退休 另外是另外一件事情 其他就是关于其他的指控 我们还有四个 另外四个人了 里面谈到 佐治亚州州务卿跟州长同样是起诉证人 然后代表着 他里面有六个辩护律师之间 有着潜在的利益冲突 这不是前工作人员第一次背叛川普 这里是人家作为一个背书这么说的 我只跟大家分享 林伍德的故事 跟这个案子本身拿出来 不太好做更多的评价 佐治亚的州务卿跟州长 是完全反对川普共和党 这是真的 那最大冲突也是跟他们俩冲突 佐治亚有他背后的一个生命的故事 所以川普在佐治亚遇到的麻烦 是最诡异的麻烦 不像在其他地方 那他的诡异就是按照正常通理 他解释不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